待了几分钟后 我起身上厕所 看到院子里站着几个早起的男子 他们很有善地向我点头微笑 还有一名男子 装着很清静地上前和我握手 然后却趁势堵在了大门口 我明白 这是为了防备我 突然冲出大门逃跑 从厕所出来后 我又回到了房间 和昨晚比起来 房间里的臭味更加汹涌 除了汗臭味 脚臭味 还有屁臭的气味 众人欲偶 我不敢相信 我昨晚就是在这里 和大志盖着同一床肮脏的被子 睡了一个夜晚 大志也睡醒了 他坐起来 打着哈欠 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 然后很满足地说 昨晚睡得好香呀 中年男子也醒了 他靠墙坐在被桶里 一脸目燃 可能他昨晚也遇到了和我一样的钉梢 可能他现在正在后悔来到这里 大志将所有人都喊醒了 让大家在院子里站成两排 让像个领导一样 背着手臂站在最前面 面朝大家训话 他沙哑着嗓门说 这里不是我们的宿舍 这里是魔鬼训练营 我们只有吃的苦中苦 才能成为人上人 每一个成功人士 都是从一穷二百起家的 宝剑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 苦寒来 他的话讲完了 所有人都激动地鼓起掌来 激动地满脸通红 我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中年男子犹豫了一下 也不由自主地拍起了巴掌 大志的话极富煽动性 他的每一句话 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难怪这些男男女女 睡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 一个个自得其乐 大志讲完话后 就到了开饭时间 有人在水龙头前 急急忙忙地刷牙洗脸 有人不刷牙不洗脸 就拿着糖瓷碗 冲进了厨房里 院子里闹哄哄的 像砖头扔进了老鼠窝 我还没有来得及买碗筷 刘云说 我吃完后 你用我的吧 很多和我一样没有碗筷的人 都垂手等候在厨房外面 他们看着别人碗里的饭菜 喉结上下滚动着 而所谓的饭菜 就是清水煮白菜 上面还飘着几片红萝卜 刘云端起碗来 大口大口地吞咽着 不到几分钟 堂此碗就见底了 很多女孩子都和他一样 吃相极其隐瞒 一个穿着红色上衣的女孩子 将一片萝卜掉在了地上 他在众目睽睽中捡起来 在裤子上擦了擦 放进了嘴巴里 刘云吃完后 把他的碗递给了我 他吃得非常干净 碗里连一片菜叶也没有 我走进厨房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 手持饭勺 只给我的碗里 打了半碗菜汤 他说 再没有了 后面的人只能一人半碗 看着这半碗菜汤 尽管饥饿难耐 可我还是吃不下去 这里的饭菜质量 还不如我当初 暗房写奴群落的饭菜 但是这里的每个人 都精神饱满 神采飞扬 发财梦把一个个人 鼓舞得滚圆滚圆 像气球一样 一碰就会蹦蹦跳跳 我勉强把这半碗菜汤 咽下去 就到了集合时间 我们站成一路纵队 大致走在最前面 一路尾移 走到了一条小河边 这里枯树败枝 野草栖栖 荒芜 荒芜人际 所有人都面朝小河站顶 嘴巴里发出一声声长啸 他们中 有的声如烈薄 有的声音嘶哑 有的声音难听的 向门扇夹碎了核桃 有的声音 恐怖的像遇见了恶鬼 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声音 像绳子一样 沿着古树盘旋而上 飞扬在树林的上空 让听到的每一个人 都不寒而栗 大致说 每天早晨这样做 就能够让我们 把心中的垃圾呼喊出来 垃圾清楚出来了 好东西才有空间容呢 他说的话 听起来又是很有道理 就是这些听起来 很有道理的话 让这些人 一步步背离了 正常的善恶标准 一步步走上了邪恶之途 寒教结束后 大致领着 这只二三十人的队伍 走进了一幢楼房里 走上楼梯 眼前豁然开朗 二楼的大厅里 聚集了上百颗脑袋 这些脑袋都席地而坐 朝向讲台 讲台上放着一张黑板 墙壁的两边 挂着一些照片 照片上是森林和草原风光 我们挨个坐在了人群的后面 我的旁边是那名中年男子 他一直用疑惑的眼神 看着这一切 眉间凝成一个疙瘩 人群闹哄哄的 像厕所里的苍蝇 我伸手拉了一下中年男子的衣袖 虽然也被骗来搞传销 传销的魅力如此巨大 我又敲声问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中年男子还没有回答 就听到旁边过道上 有一个人粗声粗气地喊道 不准说话 我扭头看去 看到一张 猙獰丑陋的脸 漆黑如墨 黑脸看到我扭头过来 又理声喝道 看什么看 我只好低下头去 不知什么时候 讲台上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人 他皮肤白皙 三十岁左右 看起来文质彬彬的 他伸出手臂 掌心向上 做了一个让大家起身的手势 人群呼啦啦站起来 打听的空间 一下子显得狭小 戴眼镜的人 是这个传销团伙的讲师 他扬着手臂热情澎湃的喊道 让我们唱起来吧 唱起来吧 他的神情 让我想起了 大连钢铁时期的那个 火红的年代 讲师在领唱 所有人跟他一起唱起了 爱拼才会赢 出人头地 等充益着个人奋斗色彩的歌曲 各种各样的声音 从不同的喉咙中蹦出 在大厅里回旋激荡 让我的耳膜嗡嗡作响 我偷偷向两边望去 看到除过中年男子和我 这里的每个人都神情激昂 热血沸腾 咬紧牙关 面容扭曲 如果面前放着一块石头 他们也会把石头咬成碎块 如果面前是悬崖峭壁 他们也会前仆后继地跳下去 这一群疯狂的人 唱歌结束后 讲师让大家坐下去 塔高高举起手臂 用一种非常缓慢 而非常沉稳的声音说 慢慢的长夜 即将过去 属于我们的黎明 即将来临 他的声音 有一种可怕的词心 所有人都重行捧月一般地望着他 都葵花朵朵 像太阳一样地望着他 脸上是无限的虔诚 人群里非常安静 不知道谁偷偷放了一个驱离拐弯的皮 很秀气 声音细长 但是没有人笑 人们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这个魔力讲师身上 我想起了1939年的希特勒 据说 他就是依靠这种极富煽动性的演讲 这种富有磁性的声音 让一个民族接受他的观点 自愿走向毁灭 讲师是一个天才的演讲家 他的语言 他的动作 他的神态 他的眼神 都配合到了最佳状态 他时而大声疾呼 时而痛心疾首 时而热情高涨 时而喃喃自语 所有人的神态和心情 都随着他的变化而变化 他就像手持磨棒的巫师 而所有人都像被施了魔法 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 跟着他一起不由自主地呼喊或者哀叹 他喜欢用排笔句 喜欢用摄文句 上中学的时候 语文老师说 这两种修辞手法都具有极强的渲染功能 而蒋师更是将这两种修辞手法运用的炉火纯青 你们为什么贫穷 你们为什么事实不如意 你们为什么没有出头之日 这是因为你们没有机遇 而机遇则可以改变你们的人生 改变你的未来 改变你的子孙后代 蒋师说的确实很有道理 他总是从最前线的道理开始讲起 然后慢慢引人入垢 所有人都听得如痴如醉 他们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蒋师 就像吃奶的羊羔 望着产奶的母羊 就像虔诚的教徒 望着步道的神父 为什么有人能够享尽荣华富贵 为什么有人能挣大钱娶美女 为什么有人就能买豪宅开豪车 这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机遇 现在就有机遇摆在了我们面前 你 蒋师的手指指着台下的一个个人 指着台下一张张燃烧着精子一样光芒的眼睛 指着台下一张张热血积用的红色的脸 你们能够抓住吗 能 台下的喉咙一起喊出来 深圳无语 台下的手臂一起举起来 举成了一片森林 遇到困难 你们怕不怕 不怕 这种场景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听说很多国家的军队 在战前都要做动员 动员报告让所有人热血沸腾 然后就杀奔战场 这样的一支军队就有着超强的战斗力 我还在一本书上看到 战国时期的秦国军队战无不胜 因为在与动员报告结束后 还让战士们饮酒 这样喝得为醉的将士们冲上战场 无所畏惧 几十年前 在陕西陵通出土了兵马俑 士兵装束的兵马俑 小福微谷 这就是饮酒的结果 将士将所有人的血液 燃烧到了费点 然后满意地走了下去 接着是现身说法 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子走了上来 西装笔挺笔挺 看起来价值不菲 他皮肤白皙 戴着金边眼镜 头发乌黑发亮 显然经过了精心装扮 他的手臂放在小福前 向台下微微鞠躬 显得落落大方 一名年轻的女子走上来 介绍说 这是我们的金牌经理 台下响起了暴风咒语般的掌声 金牌经理先做了自我介绍 他说他姓梅 世代贫穷 这几年依靠自己的打拼 赢得了自己的事业和江山 我相信天道酬勤 有一份付出就有一份回报 他说的大道理全都正确 他的每句话都含着浅显的哲理 就是没有上过一天学堂的人 也能听懂 然而正是靠着这些大道理 让这些人滑入了传销的泥闹中 还毫无察觉 梅经理说 在他没有进入这个团队前 他在哈尔集团做经理 每月会有上万的月收入 后来一位朋友介绍他来到这里 加入了这个团队 他的人生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现在他的收入 每月会有十多万元 十多万元呀 台下响起一片不由自主的赞叹声 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梅经理笑容可居 寻寻善幼地说 海尔这是中国最有名的企业之一 很多欧美家庭里 都有海尔的电器产品 而这个梅经理放弃了这么好的工作 挤身这个团队中 终于获取了如此的辉煌 他的奋斗经历真让人敬佩 人们争相鼓起掌来 有人的手掌已经拍红了 拍疼了 还在拼命地鼓掌 梅经理在如雷的掌声中 微微昂起头来 看起来很受用 很陶醉 没有人怀疑这个梅经理的身份 没有人怀疑他在说谎 因为他面容白净 西装革履 因为他侃侃而谈 忧郁自如 因为他气质高雅 游人有余 他的举手投足 他的一举一动 都完全合乎我们 在电视中看到的经理的形象 我看到台下的很多人 都情不自禁地挺起了胸膛 可能他们 已经将梅经理当成了楷模 当成了榜样 他们也把自己当成了经理 而经理是不能萎靡不振 不能勾肩他腰的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榜样的力量又是可怕的 我想起了几年前 在那座小县城生活的场景 大约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中期 传销来到了那座偏僻边缘的小城 甚至来到了农村 有一次 我和父亲给地里拉粪的时候 在村口的小卖部前 看到一个中年女子 在纸上又写又话 旁边围着几个青年人 这个女子说 只要你拉近一个人 就能拿到多少多少提成 那个女子口若悬河 能说会道 父亲说 这些人总想不劳而活 世界上 哪里有这样的好事情 父亲简单的话语中 包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 幻想着不劳而活 最终就会上当 我在县城里 还遇到了几个 被拉近传销里的人 和我租住在 同一个院子里的一名男青年 本来是登三轮车的 有一天早晨 他的头发沾着水 捅一输到脑后 我问他这是干什么 他一板一眼神情严肃地说 我以后就在公司上班了 在公司就要有公司员工的样子 这个男子后来把三轮车买了 也从那座狭小的院子里搬出去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那时候 我有一个初恋情人 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爱了很多年 从没有勇气向他表白 因为他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 而我的父母都是农民 我们是中学同学 后来他的工作单位也比我好 尽管他只是高中毕业 但是他父亲托人 将他安插进了一个 非常有油水的部门 而我大学毕业后 依靠自己终于进了一个清水衙门 有一天 他走进了我的单位 让我欣喜若狂 然而 他没有说任何感情的事情 张口就让我交3888元 说有一款自来水净化器 很适合我使用 我当时真有些动心 不是为了自来水净化器 而是为了他 为了能够让他高兴 可是我没有钱 我还张罗着向别人借钱 好像只要我买了这个净化器 他就愿意嫁给我似的 最终钱没有借口数目 净化器也没有买 而他更没有嫁给我 现在想起当时的自己 觉得很可笑 而当时完全听信了他的话 觉得自己的行为 一点也不好笑 反而很高尚 很伟大 因为那是为了神圣的爱情 恋爱的人都是傻瓜 我完全能够理解 这些疯狂的人 能够理解他们的想法 能够理解他们 为什么会身陷其中 难以自拔 因为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梅经理走下去后 那名穿着套裙的年轻女子说 梅经理刚刚从美国讲学回来 听到我们这里在上课 他顾不上休息 就赶来了 所有人都非常感动 有的人嘖嘖赞叹 有的人眼中泪光闪烁 现在轮到年轻女子演讲了 年轻女子也先做了一番自我介绍 她称自己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博士生 是一名海归 她的父亲是中央某一个部委的副部长 按理说 我可以什么都不做 就可以享受很高档的生活 可是我没有 我为什么还要自主创业 因为我相信自己的能力 我想创造人生的价值 台下一片叫好声 为这个自主创业的女强人而叫好 女子猎听片刻 接着说 还有 我看上了我们这个辉煌而伟大的视野 在这里 我的收入丝毫不比我的爸爸少 一个著名企业的经理 一个出身豪门的千金小姐 他们都愿意加入这个团队 那么 你们这些来自社会底层 月薪几百元的人 还有什么犹豫的 还有什么怀疑的 于是 发财梦烧红了每一个人的眼睛